请国际青年艺术家大赛金奖获得者 顾叶白先生和我们大家说几句话 我只能说谢谢大家 今天这幅画是因为一个人 如果没有他 我今天不会站在这里 所以我想我把这幅画送给他 谁呀 是谁呀 他就是 叶小白 是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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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朋友 他说李文琦 李文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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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延 你没事吧 未婚妻 她为什么说是过夜白的未婚妻啊 我现在也是懵的 这太奇怪了 怎么回事啊 其 其实我 我知道的女孩 她 她叫龚泽靖 小白的发型 ночage 知道不早说 她家开转出來的 她爷爷是东三省 很有名的柔道泰斗 小白从小跟他爷爷学柔道 也算是龚爷爷的最小的官门弟子 那会儿他就认识龚泽靖 算是和龚泽靖 是那种义气长大的青梅竹马吧 青梅竹马 那他们 他们俩关系是青白的 那他为什么要说是顾爷白的未婚妻 为了纪念我们的重逢 见了一个爱的抱抱吧 等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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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不知道 今天是我第一次个人画展 你刚才在那样的场合 开那样的玩笑 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谁说我开玩笑了 那 你 是来砸场子的吗 不 我来的目的 刚才在台上已经说过了 易小白 你不会忘了我们的约定了吧 什么约定 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小心 许个愿吧 哎呀 我们家小静又大了一岁 我们大家都来听听 刚才他许了什么愿 爷 我许的什么愿望都会实现吗 啊 当然 你是爷爷的心肝宝贝 你什么愿望我们大伙都要帮你实现 我的愿望是 要带给顾哥哥 小静啊 这个愿望现在爷爷帮你实现不了 再说了 你得问问小顾哥哥呀 顾哥哥 那你愿不愿意吗 爷爷 你看 顾哥哥都高兴得傻掉了 顾哥哥 那你不说话我就当你答应了 哎呀 小静啊 你现在还小 等你长大了 大学毕业 爷爷给你做这个主 好 那不过是大人们开的一个玩笑而已 才不是玩笑呢 不管是不是玩笑 现在都不算数了 据我了解啊 小白一直把她当妹妹照顾 你也看见她小白那油盐不尽的样子 顾炎的女孩强功的 对吧 说得好像顾小白多受欢迎呀 油盐 我们赶紧去找她吧 那小丫头看起来挺猛的 可别让她占到我们白贵的便宜 走 你有本事让我喜欢你 没本事娶我妈 这几年虽然我人在国外 可是我心就在你这儿啊 我知道你没女朋友 我这次回来就是要跟你结婚 等一下 识别三日我有女朋友了 我真的没有骗你 我真的有女朋友了 没关系啊 就算你有女朋友也不要紧 女朋友只是暂时的 而未婚妻只有我一个 我可以给你们彼此厌倦的时间 别客气 我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呢 我我我缓缓啊 你给我听好了 第一我跟我女朋友的感情非常好 并且以后会更好 第二女朋友的确是暂时的 因为我会把她变成未婚妻 听明白了吗 顾小白 你这么说我可要伤心了 你现在还小 以后呢你会遇到真正喜欢你的人 什么嘛 你不会以为我就这么放弃了吧 那你可是真的太不了解我了 竟然给我度手了 那谁 知不知道什么叫私人财产 哪来的大妈 吵死了 不是我大妈 孟奶奶 我今天今天嫌疗 告诉什么叫重金做人 不静冷静 她是很成 但还轮不到你来说 哼 给我起开 别闹了 咱俩现在不是主角 小白 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女朋友 陆幽影 我现在就会想到的 就会让你站在一起 一会儿 我现在就会想到的 如果有人想到的 你也知道一下你的朋友吗 他叫龚泽静 是我的发小 龚泽静 很高兴认识你 我们开幕刚刚结束了 本来打算去聚会的 你要一起吗 你以为你摆出一副女主任的样子 我就会怕你啊 可是我为我男朋友的朋友 劫封喜尘不是应该的吗 你要一起吗 来呀 妈妈过来啊 小静你要是不去的话 你也想瞒 我胃疼 小静 你不要无理取闹啊 为了不做过你的画展 我今天赶最早的飞机 昨天兴奋的一晚上没睡着 下了飞机又开始找画廊 一天都没吃饭了 你 你还说我无理取闹 就这演技 第一集就死了 来个伤好看给他收了吧 那既然你胃疼的话 我们先送你去医院吧 不不不 我只要叶小白陪我去医院 我先带他去医院 送去看看 好 你们这是要走了吗 周旭姐 我有点事情 先走一步 郭叶白 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 你不在 不太合适吧 周旭姐 我其实并不太擅长 应付这样的场合 你帮我解释一下 希望你们今晚喝得尽兴 去吧 你还能自己走吗 还是我叫救护车把你抬走 我还能不再教兴 我还能并不太拍画 我还能伴不太拍张 我还能找到我 为我吃到自己的ойти 你不想拒练 刚刚在台上是想感谢你的 没想到出了这么多意外 事发突然 我都没来及跟你解释 解释 你的未婚妻是怎么来的吗 这种话你都信啊 刚刚你的样子 气势还蛮强的嘛 她呢就是一个任性的妹妹 从小被家里人宠着 到现在还是个孩子呢 知道了 你去吧 早点回来 看看人家 正是要大气 所以你倒好不慎了 跟人家用言认识这么久 什么都没学会 你有脸说我 你跟顾玉白在一起 也没见你站着头儿去呢 走吧 去医院吧 叶小八 我累了走不动 那我叫辆车吧 我不要 我要你背我 说什么傻话呢 我怎么可能背得动你去医院呢 我不去医院 你胃不舒服 还是去看一下吧 可能是水土不服吧 现在不疼了 小静 你不会是在给我捣乱吧 我是 我是没有胃疼 可是我们这么多年不见了 我就是想跟你单独叙叙旧 再说了 我也不想跟一帮外人一起吃饭 他们也不是外人 都是自己人 可是我跟他们不熟啊 我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我该怎么说你呢 小静 下次你要来提前告诉我 走吧 我先给你找个酒店安顿一下 嗯